去做 Add Marker 的这个动作 就把这一个 Marker 放进来 不过这感觉也有点类似像什么 像之前那个 Adapter 的感觉 有没有 你说前面做了很多事情 最后的话就是 Set Adapter 那这边叫做 Add Marker 类似啦 就是前面先把它准备好 最后全部通通丢给你 OK 类似像这样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流程 那这个书里面的部分的话 我们再把相关的重点再跟各位提示一下 基本上会有哪一些 第一个就是也是用标记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 Marker 这叫 Options Marker Options 然后里面的话有这一些相关的 我刚刚讲的 那比较可能会有问题的 就是说我们用 0.5 0.1 F 这个图的位置部分 各位可能要稍微算一下 那如果 0.5 0.5 F 刚好在中间 因为左上角跟右下角 一个是 0.0 一个是 1.0 那为什么 0.5 F 因为它是一个 Flow 值嘛 所以 0.5 F 所以刚好会在正中央 那如果你将来那个图的位置 你要变更的话 也可以换一个地方 就是你可以让它去移动位置 这个我想数字各位自己自行在变更 那其他的话 看到的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这个是图示 它的上面会有个 Title 比如说台北101 里面的话有个 Snippy 的叙述 OK 大概这个这个词 就刚刚给各位看的 这个 Marker 部分 那另外的话 图的部分 我们是用一个内建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 要从什么呢 从你的 Resource 里面抓 可不可以啊 所以你可以去 网路上 找一下那个 Icon 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美工图案 也可以加进来 你可以先把它拖拉到那个 Drobo 里面 然后呢 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点 From Resource 的方法 可以把这个图载进来 这个地方我想各位可以 try 一下 那上面是 从内建的 内建的 Icon 里面去抓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说你要更改里面的 Icon 其实也非常简单 这边点下去 其实都可以用选的 点 里面的话 会有那个 Icon 可以去做选取 有没有 这边有各种颜色 HUE后面有个 如果你要蓝色的啊 灰色的啦 绿色的 我们刚刚是用绿色的 那这个是内建的 那如果说这些你都不喜欢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再去找